Sharee的诞生女一直偶然 有次谈见 大家在深山里面拍了很多的照片 当时网络不太好 我们发现没办法很方便地 把照片分享给同事 几位研发小伙伴抓住了这次机会 很快地实现了一款 零流量近距离分享文件的应用 这就是Sharee的原型 如今Sharee的全球越活越活 超过5亿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45种语言版本 在印度、印尼、中东、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广受欢迎 分享是人们的社交天性之一 但是数字内容的分享往往存在一些壁垒 比如印度的年轻人们就喜欢聚会和自拍 但那里的数据流量并不便宜 Sharee的零流量、高速以及超大文件的分享 可以帮助人们将原本只能独享的快乐 原汁原味地分享给朋友们 Sharee的为了提供更高的传输质量 需要用户在传输时切换WiFi 这个操作以前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正在引入Android 10中 新加入的浮动设置面板功能 这样就让用户在应用中方便地进行开启和关闭 体验自然也更流畅 Sharee has also provided short videos, movies and other digital content in the app Thanks to Android 10 Some of these content use Office which is a better audio cutting We are also realizing other new Android 10 experiences and futures in Sharee Such as the dog theme 我们现在在构建应用时的效率提升了10% 这得益于Android Studio 3.5更强大的功能 可以实时预览的界面编辑器 加上约束布局 在属性面板里可以方便地修改约束关系 这让我们在调整时快了很多 再加上Apply Tranges这个全新的部署架构 可以让我们用更少的完整编译 达到非常精确的迭代结果 我们用GitPakly的Work Manager 一口气理清了原本红杂的后台任务 Work Manager提供了丰富的后台控制策略 使得Sharee的后台任务用心更加合理有序 应用无响应率下降了0.06% Sharee的愿景是让数字内容被平等获取 我们致力于为全球用户 特别是新型市场的用户 搭建人与内容连接的优质平台 我们相信在安卓这个平台上 Sharee的能不断地给用户带来更高质量的分享体验 让更多更好的内容将更多的人连接在一起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